哈喽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恐怖电影《人兽杂交》 影片讲了一对夫妻做了一个人兽基因杂交后发生的故事 电影开始,在一间实验室里正在进行一项各种动物基因的混编实验 长发哥和金发妹都是这项实验的参与人员 同时他们也是一对夫妻 最终这项实验的结果很成功 之后金发妹夫妻二人的野心也开始变得更大了 他们跟公司的老板提议用人和动物的基因做混合实验 然而却遭到了反对 但是金发妹夫妻二人并没有放弃 而是私底下开展实验 二人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过了一阵子,养人成功地研究出了杂交基因 并注入了兽精卵 真别说,这人兽杂交出来的生物成长速度就是快 没过几天就长成了一个雌性兽人 原本长发哥是执意想要杀死这个兽人的 但是在金发妹的坚持下,还是留了这个兽人一命 金发妹把兽人当作自己的孩子,心心照料 给她穿上了小女孩的衣服 甚至还教她拼写单词 果然,母爱是每个女人的听信 同时公司老板召回她们 让她们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之前研究出的新物种 但没想到,在发布会上,两只新物种不再像以前一样和谐相处 而是互相攻击起来,那场面相当血腥 就这样,公司在发布会上丢足了脸 发布会可以说是相当失败 原来之前两只新物种都是异性 但现在它们中有一只变成雌性了 所以同性相互排斥,就攻击起来了 金发妹和长发哥也趁这个机会把兽人给转移出去 转移到了一间农场之后 兽人很快就长大了 长大后的时候,兽人已经忍受不了终日待在这个小农场里 不仅用她的尾巴刺杀死了猫 还威胁金发妹交出钥匙 之后,兽人用钥匙打开了门 打算去一睹外面的世界时 金发妹一个闷棍把她打晕了 这闷棍可真厉害呀 之后,金发妹把兽人绑了起来 并打算切除她的尾刺 而兽人仅称,金发妹不在的时候 开始挑逗起长发哥 这长发哥也实在是经不起挑逗 竟然和兽人做起了羞羞的事情 而这时刚好被金发妹给撞见了 长发哥裤子都来不及提起 就往外跑 并向金发妹解释 最后长发哥和金发妹在一番商量之下 决定杀掉兽人 当他们快到农场时 发现兽人已经快死了 不用自己亲自动手 两人最后决定把兽人给埋了 此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他们擅自进行人兽杂交实验 于是前来询问他们相关的一些情况 这时兽人在此出现 不仅没死 还变成了雄性 兽人此时大开杀戒 还把长发哥给打晕了过去 之后他竟然抓了金发妹 并强行做了一些羞羞的事情 醒来后的长发哥目睹了这一幕 当场就怒气冲天 拿起一根木棍 从兽人背后捅了过去 兽人并没有一击致命 而这时金发妹也拿起石头来帮助长发哥 但是他竟然不忍心下手 而自己却怀了兽人的孩子 公司的老板又找到了金发妹 提供资金 想让他研究人寿杂交的实验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该片后 我感觉所有的一切都是女主一手造成的 真的是自作捏不可活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需获取所解说的电影资源 请微信搜索公众号夜晚三点半 回复电影名称即可